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工商社会里 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现在的人都自扫门前学 不管他人瓦上霜 即使是家门口有人打架凶杀 或者是隔壁有不良分子侵入姿势 也觉得是他家的事与我无关 最好呢少管闲事以侧安全 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 我们该如何增加社会大众的危机意识 去关怀自己身旁的人 以及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这有两种观念 第一种啊 就是孔夫子书说的 乱邦不入 违邦不拘 也就是说 混乱的场面呢 不要进去 不要参与 危险的场合 你不要停留 就是说一个呢 不要进去 一个不要在那停留 这个是孔夫子讲的 乱邦不入 违邦不拘 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环境里边呢 很乱的时候 你不要去哦 那地方正在乱 你去不是倒霉吗 那个地方很危险 你住正在还在里边 你还在这里住了什么 危险了 火烧烧到你了 你还不走吗 这个观念是孔夫子讲的 应该没有错了 另外还有一个观念 叫做什么呢 叫做割岸 观火 就是 割着一条岸 河那一边呢 是火 烧也 怎么样烧也烧不过来的了 因为中间一条河 这割着岸 看那一边的 这是火 这个在欣赏呢 还是在观望呢 大概多半是观望 而不是欣赏 这个正常吗 正常 人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在没有办法 伸不出手去的时候 就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说回来 有的人正在你的面前呢 被枪打死了 或者是正在有一个人拿着枪啊 在你面前打死另外一个人 真要打他 你这个时候 你就挺身而出 你说你也不要打他 你打我吧 那你不是送死吗 你出去 这是多时一个人 一时无际的 要不要救啊 你没办法救 但是 这种情形下 被打倒了的人 你要照顾他了 被打死了 或者是打伤了 那你要照顾他 他行凶的人呢 打了一枪以后 打了几枪以后 他以为把那个人打死了 实际上那个人还没有死啊 那要照顾他 你赶快不能够跑掉啊 现在有一些人呢 那更 那就是麻烦的事是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啊 去照顾他 不知道是不是 可以去照顾他 如果照顾他的话 很可能呢 就惹祸上身 人家找不到凶手 而目击者只有你一个人 其他的人也没有看到 那警察要问的 要调查的 第一个人就是你 而且找不到任何 其他的限述 证据之前呢 你是唯一的 目击者也是唯一的 现场在现场的人 所以任何事 任何时间都会 请你去作证 说不定啊 给你调查再调查 调查再调查 因此呢 有许多人呢 能不管 尽量的不管 叫做修首旁观 不是各安观火 因为怕惹祸上身呢 那我们这样子对吗 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不可以这样做 作为一个菩萨的修行者来讲 不可以这样做 我们呢 我们呢 明明不能够 救那一个人 也没有办法 说 出面呢 阻止 另外一个人 要杀掉另外一个人呢 那我们就不能阻止 如果你能够阻止 要阻止咯 如果你在这个凶手的后边 明明你的体格 身体也蛮大的 你在他的后边 那凶手也没有看到你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抱住他咯 应该抢他的枪咯 这个时候可能你会受伤 也会受危险 但是为了救一个人呢 这个时候应该要 义不容辞 这个 就是啊 为了救人 自己受伤 也应该是值得的 自己冒危险 也应该也是值得的 像这种人 我们现在比较缺少了 也不能说没有 有这种人咯 还是有的 那么另外呢 如果这个倒霉的事情 在你的前面发生了 那你赶快溜啊 不能溜的 正好你溜的时候 人家没有看到啊 那个行凶的人 而是看到你了 你在现场 你有没有杀人 杀人的已经溜掉了 其他没有看到 就看到你溜了 那我想你溜是不对的 最好不要溜了 这个时候 你应该挺胸而出啊 挺身而出啊 赶快照顾 那个受伤害的人 应该打电话的打电话 应该求救的求救 应该送医院的送医院 要把他 赶快救他 救人要紧 不要再考虑啊 说自己会不会被陷害了 自己会不会啊 被啊 连累了 自己会不会啊 因此呢 老是要上警察局 上法庭了 不考虑了 救人要紧啊 你考虑太多 你既然在现场 可能你根本就是 没有办法逃背 或者是逃脱 那个关系的 所以 尤其是你逃脱不了 为什么你不去救人呢 那么现在的 许多的人呢 都弄不清楚 所以大家为了求自保啊 因此呢 就见识不咎 这个是不好的 谢谢观看